BNT抵台不間斷第9批90.2萬劑疫苗 一早運抵桃園機場 但約約情況卻熄火了嗎 指揮中心27日晚間臨時宣布 再度加開第二劑AZ和第一劑BNT的預約對象 這已經是兩天內第三度加開 我媽媽也是就是覺得說 疫情比較趨緩 她就說她要再多看看多等等 她也不急 她也不出門 可能大家就會思考說 是不是現在要急著要打 有些同事她們沒有積極預約的原因 她們是有說她們想看看會不會混打 有人擔心副作用 也有人覺得本土疫情趨緩 不急著打疫苗猶豫理由白白種 根據統計花博10月1號至今的報導率 以莫德納二劑最高占比97% AZ95%第二 BNT最低來到九成三 我們也在做一些盤點 各區裡面針對比較需要的 我們再增加中型的接種點 我們的經驗是這樣 只要有預約來接種的比例都很高 最主要是前面那一段 就是說有多少人來預約 那個比例就比較低 疫苗接連到貨 接下來該怎麼提高 施打疫苑將是何時 可以鬆綁降級的重要關鍵 北市嚴禮接種外展 深入社區主動出擊 增加民眾進變性 指揮中心也不排除舉辦摩采抽獎 提升打氣 不讓珍貴的疫苗白白浪費 歡迎收看林蔚玉 黃沛涵 體會報導 日韓焦點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進合 台灣in or out 北周四晚間九點 環雨看東亞 帶您探索東亞震驚脈動